今儿咱们来看一种特殊的排队问题 三只小猪 两只小羊和一只小兔子站成一排照相 如果随便排就有A66供720种方法 但如果要求三只小猪必须挨着 那就得特殊处理一下了 咱们用绳子把小猪都绑一块 把这块小猪看成一头大猪 那现在就有四只动物了 排一排有A44种方法 这样就可以保证小猪们不被拆开了 这还没完 你还得给它们松绑 松绑时这三只小猪可以互相交换顺序 有A33种方法 最后相成 一共就有144种方法 这就是捆绑法 排列时如果有对象要求必须挨着 那就先把它们捆绑起来 看作一个对象 跟其他对象排一排 排好后还得再松绑 也就是考虑被捆对象的排列情况 最后相成就行了 如果刚才的例子中小羊们也要求挨在一起 又会有几种排法呢 简单 像小猪一样 把两只小羊也绑起来 把它们看成一只大猪 一只大羊和一只小兔子 先排它们 有A33种方法 然后再松绑 三只小猪有A33种 两只小羊有A22种 最后相成 一共就有72种方法 好了 以上就是捆绑法 先把必须挨着的对象捆绑起来 看成一个对象参与排列 排好后再松绑 这样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赶紧做题赚金币吧 明白了就赶紧做题赚金币吧